现在的人很喜欢把客厅做开放空间 所以很多人他的沙发后面是没有靠的 可是一般我们有一个半格间 那个半格间如果只有一半的墙 你的沙发刚好靠着 所以会形成什么 后面有一个刀 然后另外一边是空的 那这个也会形成壁刀杀 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阿汤哥好了 阿汤哥 如果说像刚刚这种情形 家运不顺 家人都没有办法待在家里 应该要放什么风水神器 能够化解煞气 招财俱气 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买房子 或者说租房子 比较没有办法去达到人宅合一的效果的话 那建议大家就是说 以下有四个比较会影响你运势的煞气 你一定要注意的 好 我们先介绍煞气 然后再告诉大家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摆放一些风水宝物 看要怎么去调整跟化解 第一个的话就是穿塘风 这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穿塘风代表钱财一入空 例如说你打开大门 不要直接看到落地窗 或者是你不要直接看到 例如说房间门 或是任何的窗户 代表什么 这样的房子不聚气 你的钱财很容易就是 一开门之后就送出去了 左进又出 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穿塘风的问题 代表钱财一入空 财库大破洞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建议你可以在门口 如果空间够的话 可以增设一个屏风或玄关 那或者你可以家里的明柴位 就是45度角的地方呢 可以放上一个聚宝盆 好 那聚宝盆的话呢 建议大家就是说 一般我们在化煞来讲的话呢 都是会建议放一个五行属金的 例如说它的材质呢 是用铜去做的会更好 如果说你真的家里的煞气比较严重的话 你就可以摆一个有铜来做的一个聚宝盆 或者是陶瓷 陶土做的 因为它可以更聚气 但如果问题比较多的话呢 以铜来讲是最好的 那铜做的聚宝盆的话呢 一般来讲 聚宝盆有些有盖子 有些没盖子 那有盖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盖起来 或是把它放到旁边 那如果你是有穿塘风的话 建议大家呢 这个聚宝盆里面呢 可以放上五色水晶 或是黄水晶 把它摆差不多八分满 然后呢 上面呢 再放一支皮修 因为皮修呢 是可以带兵打仗的 咬材的将军 然后它也可以化煞 也可以呢 让你家里的一切的一些阴气呢 来化 没有 把阴转为阳 所以呢 铜呢 它也代表是招材的一个 能量跟元素 所以你看这个聚宝盆呢 是比较沉的 很重喔 对不对 小小一个 很重 对 里面都是钱耶 对 可以来做一点重训 对啊 是 它什么 重训 它真的很重 很重耶 是 然后呢 里面平常的话 可以放一六八钱币 或是说有一些元宝造型的啊 或者是黄金万两造型的小物 放进去的话 会更增添这个聚宝盆的贵气 所以如果你家里呢 时常有这种穿塘风的影响 或是你的命格呢 有这种破财的问题 没有财库的话 建议你可以放一个聚宝盆喔 好 那第二个呢 很重要就是呢 如果你家里的客厅 就是明堂 明堂呢 比较暗 然后呢 就是没有太阳照进来的 或是客厅不开灯的话呢 日照进不来的情况下 那这个呢 会让你的前途茫茫喔 事业的前途 跟赚钱的前途都会 最重要是什么 你的事业呢 会非常的有一搭没一搭 可能这个月有工作 下个月呢 可能就没工作了 做一个月 可能修三个月 就很麻烦 如果呢 你的家里的客厅 是这样的话呢 也会影响到 男主人的运气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就是如果你的家里的客厅很暗 那你就在客厅的 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 打一盏灯 这个灯呢 都不要关 就是24小时的照明喔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放上什么 放皮修 因为刚刚讲嘛 皮修呢 就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 代表呢 家里如果比较暗 没有阳气的话 代表呢 阴气比较重 阴气重的话呢 就特别容易遭音 也会犯小人 所以呢 皮修或者是麒麟呢 用铜来做的话 那更可以化煞 然后把家里的阳气提升 更可以呢 正宅平安喔 好 第三个呢就是 如果你的客厅 梁很多的 其实呢 房子有梁有柱是正常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梁呢 压到你的柴位 例如说呢 进门的45度角 这个角落 同时有柱子的存在 又有梁的存在 那代表你这个柴位呢 不聚弃 特别容易会有破柴的问题 而且呢 住在这里面的人呢 都会有柴物上的压力 假设如果你有遇到 这种梁的问题啊 那建议你呢 就是你可以放一个顶天佛 对 这个顶天佛呢 就很特别 就是这个弥勒佛呢 祂手呢 是往上举起来的 那顶天佛的话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把这个梁呢 做一个顶天立地 然后把这个压力化解掉 那弥勒佛呢 又是笑嘻嘻的 代表欢喜财 所以呢 大家面对压力的时候呢 又可以心生欢喜 你的压力会变成你的助力 然后你的违缘 也会变成你的助缘 所以呢 顶天佛可以放在 有压梁的地方 例如说 有些人办公桌 上面压梁 书桌上面压梁 都可以摆放 那第四个呢 就是呢 壁刀的煞气 壁刀呢 一般是在外面嘛 可是呢 家里面呢 也有可能有壁刀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呢 可能开门 就面对外面的 那个公共设施的 壁刀 切到你家 对 蛮多的 还有什么 进门也会 有些进门呢 是自己坐玄关啊 坐鞋柜啊 没有坐好 结果刚好那一半 有没有 就切到你的大门 那也形成是一个 装修上的壁刀 那还有一种壁刀是什么呢 就是 现在的人呢 很喜欢把客厅 做开放空间 所以呢 很多人 他的沙发后面 是没有靠的 可是呢 一般我们有个半格间嘛 那个半格间 如果只有一半的墙 你的沙发刚好靠着 会形成什么 后面有一个刀 然后另外一边是空的 那这个也会形成壁刀煞 所以呢 不管你是室内 或室外的壁刀呢 建议你呢 你可以放一个铜的葫芦 葫芦的话呢 它是千年的化煞神器 所以呢 如果你家里呢 有人长期 莫名其妙生病的 或者说事业啊 各方面呢 都做得不顺 那葫芦呢 它是百搭的 只要你不晓得 怎么去选择 任何的风水宝物的话 那就建议你呢 你可以放葫芦 因为葫芦就是大人小孩 男女老少 都没有任何忌讳的 所以我们常讲 它是千年化煞神器 像祭公师傅呢 也会背一个葫芦 有没有 然后葫芦里面就放个甘露丸 代表旧事忌苦的象征 所以你可以放个葫芦呢 放在柴位 放在任何你觉得怪怪的地方 它都可以帮你呢 驱邪挡煞 所以以上呢 这四个煞气呢 比较容易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 让住在里面的人呢 常常会有这种 自不得生的现象 所以你可以用一种 童气 用所有童座的摆饰 它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也可以有招财的效果 所以以上的四种方法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秀秀呢 所以你跟家人曾经 有一阵子也诸事不顺 工作也很惨 四年多前 然后我们家就突然 家里的人不爱待在家里 周休末日的时候 我们都大家往外跑 就没有人想要待在家里 就很奇怪 因为通常其实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通常应该会想要在家 就是耍废啊 看剧啊 但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在家 就是大家都会往外跑 很奇怪 而且就连我自己 教有氧课程 其实我算是一路都还蛮顺的 但是在那一阵子就特别奇怪 学生就会跟你说 我今天有事没办法来了 或者是因为都是包班课程 他可能包你一期课 就突然跟你中断说 我们公司突然会议室不借了 所以我们没有场地上课 那因为这样上课 我就没有收入了嘛 那我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这一阵子突然这样 然后就连爸爸妈妈 就就开始一直吵架 就是比较多争执啊 纷争这样 那因为妈妈是开婚纱店 所以他们那一阵子的客人 也会突然因为是结婚的 就会突然说 我们没有要订了 就是退订 退单 不结了还是转别家 就应该是转别家 就围不到原因啦 就是很多因素 然后就突然突发状况 然后都不定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妈妈觉得 他就算了 但是连我也是这样子 也不顺 对 也不顺 然后家里的人 也都不爱回家 不爱待在家 因为我有租房子在台北 所以我都会想说 不要回家啦 然后就租在台北就好 就很奇怪 就不喜欢回家 家人在哪里 桃园 在桃园 在桃园 然后后来是 因为我们家有拜拜的习惯 拜祖先的习惯 然后也会去问世 问佛祖 因为我姨妈的庄 就是庙在桃园 然后我们都会去拜拜 问世之类的 后来那天 妈妈就带着我一起去 问佛祖 然后佛祖就说 他就 因为他就问佛祖说 为什么就是最近家里都不顺 很奇怪 都怪怪的 然后佛祖就说 你公公是不是有姐妹 姐姐或妹妹已经过世了 然后你们没有去祭拜他 你阿公那边是不是有一个 姐妹过世 然后没有祭拜 对 那没有祭拜也不干你们家的事 我们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妈妈其实也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是我爸爸他们那边的事情 其实我妈妈对这种也不清楚 然后他就问说那怎么了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看到佛祖就说 他看到我们家半夜 都有一个女生在家里面 就走来走去 他就说那要怎么办 他说你回去问你公公说 是不是有姐妹过世 然后你们都没有祭拜他 后来回去了 我妈妈就问了我阿公 我阿公就说真的有 他有一个妹妹就是过世了 然后他们把他放在灵谷塔里面 但是没有人 从来没有人去拜 他只有帮他用一个位置 没有人去拜他 然后我妈妈就说 那之后可能要每一年去拜他 然后才就是解决这件事情 这样就好了 没有 但是我去拜他 每一年我阿公 都会带着亲戚朋友 去就是灵谷塔那边祭拜他 以外我们家大整修 因为发现神明的座椅 坐得比较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家 不在那个寸球里面 对 然后潮湿跟臂癌也很严重 就让家里整个环境 就没有这么的好 后来用完之后 整修完之后 是整个就是变运就顺了